那么关于电子自旋的认识 我们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其他粒子 其他粒子和电子同样具有二分之一自旋的粒子 那这些粒子我们把它叫做非密子 这些非密子自旋二分之一或者甚至是二分之三 这半整数的这些粒子叫非密子 它们具有不同的统计特性 那么这个统计特性我们在这里面简单讲一下 首先我们为了了解这些微观粒子 它和经典粒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先看这一点 第一个在微观粒子 比如说它质量就电子来说 这个电子和那个电子你是分不清的 现在有两个电子假如说 这两个电子你能知道它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吗 你不能 因为它质量一样 自旋一样 电荷一样 它什么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俩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你不能想象 比如说两个台球 两个台球你做的一模一样 那再一模一样 它在哪个微小的哪个结构上 多一点少一点 你都是可以发现的对不对 你可以分开 电子是不是不是的 微观粒子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一点区别的 那么在经典的角度 电子你还是可以分开 你怎么分开呢 比如说这有个电子 这有个电子 电子这么跑 这么跑 你说这个电子这么跑的 这个电子这么跑的 这两个电子不是分开了吗 所以根据这轨道 你可以区分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两个台球 就算我们眼睛不太好 这两个台球做的一模一样 眼睛不太好 放在这了 放在这什么 即使是你看不清 里边的一些瑕疵 你分不清这两个东西 你也知道这两个台球 是分开的 为什么呢 待在这的一个台球 和待在这的一个台球 你知道这两个分的 对不对 这是在这了 这是在这 你知道它们不一样 对吧 可是在这个量子里边 微观粒子没有确定的轨道 你说电子在什么地方 你说它这个待在哪 那不行的 对吧 我们知道侧不准关系 那个电子不能在哪个地方 静止待着 对吧 它是一个波 对吧 它也没有确定的轨道 它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搞不清哪个电子 电子是哪个电子 这个电子 所以你分不清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 叫做粒子的不可分辨性 或者把这个叫做 电子的微观粒子的全统性 这是微观粒子 所具有的特性 不光是电子 子子啊 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 好 好 客厦有个同学刚才跟我问 你刚才把这个 自旋轨道合 用这个电子 在电子看来 原子合 它转动 这不是经典的图像吗 那用经典的图像 来说明这个 是不是有问题 当然 这是百分之百的有问题 可是我们讲这些东西的 道理是这样 首先我要跟你们说 自旋轨道这一项 我可以通过狄达克方程 严格的推导出来 然后可以放进去 但是这样放进去的东西 你在物理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不好理解 那么我刚才给的是一个经典的图像 看着你听起来比较合理 并不是这么推导出来的 是严格的从狄达克方程里面推出来的 这就好像我说 咱们说导体里边 导体里面不是有个电流吗 电流我们是 电流经典图像是什么 电子在那有个定向运动 对吧 那电子在这个导体里面 为什么有电阻啊 电子不断地碰到什么这个经格啊 这些东西 当然这种图像对不对呢 这种图像实际上是经格 这个经典的图像 如果你用这个量子图像 要理解它的话 实际上还要 比如说我们有另一种一个解释 比如说费米球啊 什么一些量子的解释是有的 但是那个解释呢 不直观 所以我们给的是经典的直观的图像 真正严格的结果不是这么出来 如果这么出来的话 你当然自己也不 这件事情不可靠 这样啊 我们有基础的 它是正确的 然后正确基础上 我们给经典解释 下面呢 我们说 微观粒子是全通粒子 是吧 这些全通粒子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分类 就根据它们的自旋分类 刚才不是电子二分之一吗 自旋 那么有些电子呢 比如说像 子子也是自旋二分之一 中子是二分之一 刚才我们说μ子是二分之一 托子是二分之一 中微子是二分之一 这些像这个超子啊 都是二分之一 亥三核 它不是亥三核是什么呢 是两个子子 一个中子组成的 两个子子 一个中子组成的 这个核本身 总的核子权 也是二分之一 那么它也是这一类的 你比如说还有这种呢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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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米加这样超子啊 这种东西超子 质量巨大的 但是属于那种 寿命非常短的 这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样的例子呢 它像它自旋是二分之三 这一类所谓 自旋是半整数的例子呢 不光是二分之一样 自旋是半整数的 这些例子 把它叫做费密子 那它们费密子的 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有两个 全同的费密子 处于同一个单粒子态 这是它具有的 这个特性 这个特性就所谓 玻璃不相容原理 指的就这件事情 就两个费密子 不能处于同一个单粒子态 这是费密子 所彻有的统计特性 那么根据这个统计特性 可以发展出来 费密迪拉克统计 那费密迪拉克统计 就是最早费密 发现的这个统计 就是费密子 不是满足 泡里不相容原理吗 那这跟经典的粒子 不一样啊 那它这个统计方法 也不一样 所以它就发展了 一个理论 叫费密子的统计方法 所以为了纪念它 把这类粒子 也叫费密子 然后把这个叫费密迪拉克统计 费密这个人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你们知道 这个杨先生出国的时候 就奔着他去的 对吧 费密这个人 他是少有的那种 理论又厉害 实验又厉害 这样的 给你们讲一个 他自己的一件事 就可以知道他多厉害 就是他是两边全彩 就是美国这个 马尔顿计划 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那他 你爆了一个原子弹 试验了 你知道这是原子弹吗 还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一开始嘛 所以他要估算 这个他的当量 那费密怎么做 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就远处封一过来 是不是 把纸撕碎了 往天上一抛 然后一秒 两秒 三秒 四秒 然后数这个 纸屑这个分布 纸屑分布 然后他就拿 那个铅笔拿过了 拿一张纸在那 估算估算 然后知道这个原子 和爆炸中心 离我的距离是多少 然后他一估算 估算出来 这个炸弹的当量是多少 他是估算出来 估算出来以后 这么快 这个很快 就是几分钟 就估算出来 对吧 当然这个不可信的 对不对 美国人不会 马上的计划 拿这个东西 作为依据 他们专门 把所有的信息 这些 所有的这些 这个探测器 都放在那 然后拿这些东西 数据 搁到计算机里面 那时候计算机 虽然很破 可是也是计算机 算了三天 你知道吗 算了三天 算出来结果 据说是跟 菲米估算的结果 差两到三倍 那当量 爆炸当量 差两到三倍 这就是差不多 是不是 就这么 所以这个一下子知道 当时菲米直接就说 这就是原子弹 这样 它很烈的 还有一另一类例子 是自旋 是整数的例子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 汤传球术所 那个预测的 那个戒指 就拍戒指 它是参与 这个强项无重的 那些戒指 开戒指 亥四合 亥四合是两个字 是两个种子 就亥的那个 亥三是亥四的 这个同位数 那他们自旋 是等于零的 也是整数 光子的自旋 是等于一 所以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例子 叫做波涉子 波涉是一个人 人名 然后以他的名字灌名 波涉 波涉子不是 抛力不相容原理的 这个字 就反过来了 他是说 一个单粒子状态上 可以有无数个波涉子 在那个上面 他是这样的 所以实际上 它是和这个 非米子的统计 是不一样的 那么不同的统计 就会出现 就不同的现象 那么根据这个波涉子 波涉安斯坦这个统计呢 可以预测 有原子的波涉安斯坦 凝聚这个现象发生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冷原子 冷原子不是有干涉吗 原子不是有干涉吗 那个原子干涉实际上用的是 波涉安斯坦凝聚以后的 那个原子 那个就是这个 另外我们说 有超导超流 超导实际上是电子 电子是非米子 可是两个非米子 二分之二分之二分之 非米子 配成一个度 配成度以后 它自旋就变成了 整数的了 对不对 那么整数的以后 它就这种度叫做库婆度 库婆度不就变成波涉子了吗 这些波涉子 可以波涉安斯坦凝聚 那么低温的时候 在这个导体 或者有些 有些像现在高温超导体 就陶瓷片 那里面 陶瓷里面 它就会形成凝聚的话 这些这个 这个库婆度呢 它就不会受到电阻 你那里面没有电阻了 另外这个 底边呢 还不会有磁场进去 这种特性 还有超流 氦氏 比如说降到这个 氦氦氦氏降到4K的时候 它变成液体 再把温度降到2K左右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超流体 就是所有的氦原子 都处于同一个状态 所以它都没有那个阻碍的流动 就超流体 就是这样 那么关于这个 这些现象 都是来自于波涉安斯坦统计 对不对 那么关于这个 这些现象呢 有很多人得了诺贝尔奖 可是波涉这个人 没得奖 这很怪的 是不是 那波涉一开始 他发现这个波涉安斯坦统计 这个过程呢 也是比较期许 他一开始 发现这个 新的统计方法 那他这个新的统计方法呢 不被人接受 他的统计方法 大概是什么呢 我现在给你们简单说一下 他的量子 因为波涉发现了新的统计方法 人们才注意到 原来世界上 还有另外一种统计方法 叫量子统计 叫你要注意到 例子是有传统性的 那么注意到 例子有传统性以后的统计 和经典统计不一样 经典统计 我们结果是什么呢 是波涉曼统计 波涉曼因子 大家知道的 现在这个呢 量子统计不一样的 他这个什么不一样呢 最简单的 就是说 扔两个硬币 两个硬币一扔出来 两个硬币 一起朝上的 那个概率等于多少呢 四分之一 对不对 都会算 对吧 没有人不会算 可是呢 假如说 你这个两个硬币 是全同硬币 你想想 全同硬币 的概率是三分之一 为什么概率三分之一呢 两个正面的 一个状态 两个反面的 一个状态 一正一反 一个状态 可是经典里边的 这个正 这个反 一个状态 这个反 这个正一个状态 不是四个吗 四分之一 是不是 可是实际上呢 如果你说 这两个硬币 是全同的 不能区分的 那是一正一反呢 只有一个状态 不就变成三分之一了吗 那当然这个说起来 不是很容易让人接受 那我们换一个 比如说 有两个盒子 有两个例子 现在让 把两个例子 装到这两个盒子里边 那两个例子 那两个例子 要装到两个盒子里边的 那么你可以把它装到 一起装 一起在这儿 一起在这儿 或者各一 对不对 那问你 两个例子 在左侧一个箱子里边 出现的概率等于多少呢 经典概率 毫无疑问是四分之一 假如说 这个例子是 不可区分的 那么 这个状态 实际上只有一个 对不对 所以你就算出来 结果 这个两个例子 在这个左侧的概率 就是三分之一了 波社呢 上课的时候 给学生讲 就这么讲 当然那个 按照经典来说 它是不对的 对不对 他这么讲 他也不知道 怎么是怎么想的 他这么讲 这么讲以后呢 他就脑子里头 就认为这个概率对的 然后他就把它用于 当时安斯坦提出的光子嘛 他就用于光子系统 所以一大堆光子 然后平衡态 然后他用这种统计算 算出来 很显然给出了一个 谁的结果啊 普朗克的黑体辐射公司 就给出来了 那当然是对了 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对出来 对吧 然后呢 后来他发现 这个这种概率方法 跟经典概率方法 是不对的 他知道了 对不对 然后他想 哎呦 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把他写成文章发表 能发表吗 不可能发表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种概率 两个例子在这的概率啊 人人都认为 这是四分之一 你突然说 这是三分之一 谁会认为 你对啊 他认为你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根本发表不了 然后他把论文发 这个 他怎么想到 给安斯坦了 安斯坦看到这文章以后 发现 这文章太好了 然后就把它 给它翻译成德语 然后发表在德国 然后呢 他自己又跟着 写了两篇论文 他写的论文是什么呢 安斯坦知道 因为安斯坦 看了波士的文章以后 他马上抓住了 就是认识到的重要性 然后他就把它 推广到有质量的例子 现在不是光子吗 波士 他现在用到 其他有质量的例子 这就形成了 波士安斯坦统计嘛 那么拿那些 波士安斯坦统计的方法 就可以预测 波士安斯坦凝聚啊 什么这些现象 都可以出来了 就这样 波士没有得诺贝尔奖 可是我觉得 像他这个成就 我一直认为 他已经得奖的 和后来别人说 没得奖的时候 我觉得 虽然感觉很吃惊 但是我发现 波士的这个成就 太强了 你知道吗 他的成就太辉煌了 我觉得得不得奖 对他那时候无所谓 他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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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